大家好 我是王晓东 我热爱体育 从五岁起开始接受 专业系统的体育训练 我热爱商业 大学期间 创立了一家体育培训公司 给我带来了 三十万的财务收入 今天我来寻求一份 体育类产品内容相关的岗位 或非体育类市场相关的岗位 谢谢大家 我都不愿走过去 他跟刚才那个女生好配 一米八 那一米 你多少 我女朋友也一米八 你看这个回头 我问你多高 我一米八八 高了不起啊 真是 还问他多高 我女朋友也一米八 真是 那是你媳妇吧 对 一米八 一米八 站起来我们看看 他真的很高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台上这位 王晓东同学的女朋友 啥 介绍好别扭 你是体育专业吗 我不是体育 我体育传媒 你喜欢他啥呀 那可多了 去了要一一列举嘛 一一列举一下 那各位老板等一下 我先列举一下 那个长得帅是一个吧 首先我觉得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特别有责任心 他曾经承诺过的事情 他就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做 来 了解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是的 这专业是干嘛的呀 跟体育教育类似 那你自己的运动特长是什么 我从五岁起开始 练了七年的网球 后来转到了田径 投掷了一项目 铁饼和签球 大学的时候是轮滑专项 期间又打了冰球 然后大四的时候 在英国学了半年的足球教练 把那个视频你解读一下 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演出中 北京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 为全世界奉献了一个八分钟的表演 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有很辛苦的部分吧 到达平昌以后 天气非常恶劣 下了大雾 然后有雪 然后地面是潮湿的 当然其实轮滑鞋 最怕的就是潮湿的环境 对表演的影响非常大 刚才说到那八分钟背后的一些艰辛 能够在这儿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 北京八分钟表演是张艺谋是总导演 然后是在2018年 韩国平昌冬奥会的闭幕仪式上 我们代表中国 然后在就是下一届的举办国会有一个八分钟的演出 展现了很多中国的精神 中国的文化 我们当时是经历了一百天的训练 当时的环境其实条件挺恶劣的 我们每天的训练的时间大概是除了睡觉以外 剩下的十多个小时都在训练 当时的气温应该每天都维持在零下吧 而且是在北京的北部的山区里边 可能温度会更冷一些 基本上是这样 他表现出来的有他超出他这个年龄的沉稳 我们其实对于学体育专业的人 现在我们的固有印象是 很多学体育专业的人即便获得了一些荣誉 在最后的职场道路上也甚为狭窄 你有过这样的顾虑吗 我没有 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们家是有这样的曾经 这个从事体育专业的前辈吗 对 我父亲是一名游泳运动员 他也是在体育领域创业 其实您看到我的简历上有一块空白 就是从今年七月七八月份到现在吧 这段时间我是跟我父亲一起做生意 这又是老板又是爹能合作吗 合作不了 其实原来看中国合伙人说 别跟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开公司 我其实不理解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给我上了一课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身份是认不清的 比如说我是以一个单纯的员工的身份 一个董事长去来跟我下达一个指令 我觉得即使是有一定的问题 可能我不会当场马上就是因为就是怼回 可能或者说我们用一种其他的方法 如果是爸来说儿子的话 我如果这个混淆的话 可能我会说我去跟他沟通啊 那他可能有时候过来发说那我是董事长 我给你下达命令就执行就好 那跟爹不能好好合作 能跟媳妇合作做生意吗 跟媳妇我觉得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对 那我们就来回顾到他今天面试的职位 与体育完全不相关的是不是 不考虑 考虑 那你到底做什么职位呢 我觉得我适合做市场相关的职位 它是适合做市场 它适合 那是不是与体育相关的优先呢 我觉得岗位吧 体育相关的产品内容 然后其次是非体育类的市场 好 第一轮选择虚后 来 天生 你个人高不是最牛的 关键是又高还有有脑子 对吧 帅也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又帅 他还有修养 这种很优秀了 对吧 我老师过去 你觉得一米八八是不是很高 没有 在我们学校其实不算特别高 你在我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觉得您比我高大 在这个台上 真的啊 那当然 我让你了解一下我的心态好不好 好 你比我高多少 你一八八是吧 是 你比我大概高了十四公本 我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心态 掌声有请 你站中间 宝宝站中间 对 来 看一下 有一种手机信号的那个感觉 你感受一下 哎 啥感觉 跟您感觉一样 是吧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颜宇峰 我媳妇就是赵晓燕 你多高你得说 身高两米零五 我体重一百一十五公斤 哈哈 两米零五 比你高了多少 高了十七公分 是 比你高过于我的部分还高 这个 你今天干嘛来的 我今天来探班 怎么就稀里糊涂就上来了 说一句话 其实你如果你要探班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我的节目里面 基本上都有它 它再跟我一起的时间会比 跟你一起的时间多 是 我所以特别嫉妒你 哎呀 高跟的人情商 咋都这么高啊 哎 这个老颜 我们刚才在聊一个问题 就在聊这个 一个体育生啊 在职场道路上 会比普通人相对于 要窄一些 你有这种感受 我特别有 其实刚才我们俩 在台下聊了一会儿 就是我觉得 他遇到的困扰 就是我们现在 每天都面对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跟他父亲 就是在一起创业 我说刚产生共鸣的时候 他说他上台了 那我说的就是我跟我爱人 也是现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 就是因为工作上的 一些一个争吵 可是呢 到了下班时间回家了 那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还是感觉 两个人互相看着 都很别扭 可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工作 但是又是一个人 你的情感又很难去 瞬间因为刚刚争吵过 又变得好像 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很难去切换过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我们的这个工作 在燃烧我们的感情 这句话很有致力啊 就我特别想知道 这高个的人 是怎么谈恋爱的 就个高了也是人 也是 你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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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 没关系 全场我最矮 你怕什么 来来来 你们俩平时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原来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们俩之间 最享受的动作是什么 其实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没有这种 赵小叶是吗 你看我的手 在这个位置 然后她会就是这样 对 就是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高个儿女孩的 一个心结啊 其实我们不管跟 谁在一起 绝大多数生活中 我们都像鸵鸟一样的存在 就是我们寻求不到 那种想讲艺人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跟这种 你依一下我们看一下 盗小叶突然好娇小 我第一次见到 对 我们还想看一下 你们这个亲一下 好像又结婚了是吧 他真的够不着 看了赵小叶 刚才那种娇羞的样子 你想得出 她在台上和爷们的时候 那样子 真想不成 所以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吧 你们俩平时是跟他们俩一样 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给两位送上一点祝福吧 来 我想跟姑娘说 如果可能在一起工作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那让你们认识更加深刻 走得更长远和坚实 我也希望你们幸福 老言不祝福两句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一上台 包括咱俩在台下聊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 就是直接来我们公司就完了 然后呢 就是 一边呢工作 一边也一边就学习了 看我们俩是怎么在工作当中相处 他不是来探班的 他是来抢人的 我发现赵小叶夫妻俩 其实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 两人虽然个高 但都不复杂 人都挺简单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人不再高 有品则行 是吧 祝福你们俩 也祝福你们俩 撒狗粮 撒完了 谢谢 各回各位 我能跟那个选手说一下吗 就你刚刚在台下聊的是我们董事长 然后所以你可以 以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各种拉票呢 那你说我们这个灯怎么办呢 就别晾着了 何必呢 对吧 我觉得 你看你男人才刚走 你就不小鸟一人了 是 是吧 我现在走到吴胜身边 您要我怎么想 我想说一下 何老师说了 大家觉得学体育的人 工作上面 路径比较窄 其实恰恰相反 原来呢 因为我在这个 某知名的外企工作的时候 我们挑CEO 一定挑一米八五以上的 然后是那个皮划艇冠军 就是现在很多的CEO 很多的这个 在座的这个老板 可能也都在跑马拉松 我们特别喜欢挑这样的人 是因为意志力 另外一个是赢的能力 就是他能去赢 这都是体育精神带给我们的 所以我认为 学体育的人 其实他又这么聪明 又这么帅 他的这个前途 真的是不可限制 我看出来了 老阿姨在这儿 我特别想这个 想拉拉票这个地方 不是别的 因为我老大从五岁半就游泳 我现在已经读大学 我一直觉得教育当中 一个人一生 要有个至爱的体育运动 而是体育运动里的 整个的这一场的表现当中 我觉得你是有目标的 有自己的管理的 然后我觉得是 体育永远永振第一 然后呢 我要对自己的时间管理 我对目标的管理 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觉得体育生 要能够既把学学学好 又能够把体育做好 这样呢是非常棒的 行吧 开始抢人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谢谢大家 还有五盏灯 来来 三万 十三排 八千 那个小冬 斯凯勒有一件事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我们呢已经被审核通过了 成为2020年冬奥会的生产商 如果你加入斯凯勒的话呢 可以让你加入这个项目主 身负咨询给到的是 助理课程编辑 五千 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因为你说了 你想选市场 来 贾君 小冬 东方英给到你的职位 是市场总监的助理 在比较短的时间里 要看到你的能力 希望你能够独当一面 做一些市场的 专项的逼地的工作 因为我们从国外 买了很多项目 要有专人来带你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随风奔法 来到俱乐部 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运营 然后呢 底薪是六千 绩效是两千 然后再加提成 然后呢 因为是这样 我们随风奔跑 正好有一个合作项目 尝试做一家新的校区 全时段的 这样的跟这个零售的 这样融合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尝试 未来能走得更长远 所以希望你能够 加入这个团队 小心机 还把绩效还写出来了 你想一下啊 考虑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场上 经常出现一些 选手非常优秀 但是在选择的问题上 大错特错 要冷静 好啊 来 还剩下五盏灯 考虑一下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去吧 三盏灭掉三盏灯 不上感情 你可以每个人问一个问题 好 我先问贾总 具体的业务是哪方面的呢 实际上我们最近在美国买了三个教育类的项目 要推广到全国几十万所的幼儿园里边 所以这样的场景就是了解项目 找到中国推广的方法 最终让它在中国开花结果 来 这边有什么问题 赵总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项目距落地还差多久 我们已经开工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就是完全进行完施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在月底开幕 行 我们玩个老游戏 背过去 来 你选谁啊 用手指给我看看 用手指 好 请坐 打过来吧 平时说感情用多好 没用的 关键时候还得看看 彼此之间是不是心有灵犀 对吧 两个不同的行业 你自己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是什么样 让我们的行业 他可以直接应用他的经验 而且我们未来可以看到 你还在拉不掉 随风奔跑 东方爱音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东方爱音 我猜也是东方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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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贾总说到的那个市场 我比较了解 包括幼儿园的那些 其实我马上就能运用到 我没有幼儿园啊 我们有 你们俩选姿色不一样了呢 我刚才问他 我说你选谁啊 他非常自信地 用这样的姿势 结果他非常坚定的 东方爱音 夫唱夫不随 是啥感受 这叫鸡飞狗跳 我觉得家里有点 不同的想法是好的 撞击才会有火花吗 不说那么多了 去去好好干 谢谢特别老师 再见